大家好,我是阿华 我现在在后屋的陌陌屋 有粉丝给我推荐 说这边有一家川菜馆 川菜做的比较地道 走我们去尝一尝 这是陌陌屋的内街 西枝土穿味穿厨 看看这屋里都是人 菜上来了 豆瓣鲫鱼 麻辣猪天天 这都是狠菜 看这个什么东西 凉拌椎耳根 这个是凉拌鱼蛋的 这是鱼籽 脆皮凤爪 冰镇眉剑小龙虾 这个虫树三片 这个在我还没吃过 头一回 看看 这是蚂蚱蝎子 还有 兔头兔腿 这个是他的虾球 全是狠货 基本上和别人家的川菜有点区别 西西国外的挺多 这个猪天天 你在别的地方吃过没有 这个是先卤后炒的 这个味道是不错的 就是辣椒有点放多了 他这个卤的还是挺到位的 就是那个 我的差到好处 没没能卤那么趴 这个服务员工推荐是美国弊点 这个类型我感觉有点像那种 避风堂 这种做法像避风堂的做法 上面撒这个面包汤和那个香辣酥 这里边也是卤猪味的 这是炸那个平菇 就是一个配料 凉拌折耳根 最后一个谁能收得了 这个菜你别看很普通啊 一般地方还没有呢 有人说吃完能够 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够呢 豆拌鲫鱼 这个鲫鱼稍微有点小啊 可能是老板怕整大的不入味是 嗯 这鱼很嫩啊 其实咸甜回辣 口味是非常丰富的 这个啊 其实我很少吃鲫鱼 因为鲫鱼汁太多了 看这个味道做的还可以啊 重重三拼 焦酥酥脆啊 这东西我估计喜欢的人超喜欢 不喜欢的人估计不敢碰啊 这种呢 夏天有的时候坐在外边 大概像喝点小啤酒啊 挺舒服啊 麻辣兔腿 这个是麻辣兔头啊 没有一个兔子可以走出刺船啊 跑我还来 这个主要也是吃这个麻辣油这个油香味啊 它是先卤完了以后麻辣油泡的 我自己的口味感觉稍微口味点重 但口感还是比较有嚼劲的啊 全味虾球 它这个味道和别人家有点不一样 叫大蒜和青椒 麻辣回甜 火爆兔达 因为一般的时候我们都吃鸡达吃的多啊 这兔达真的没吃过 这个炒法就是干腰和炒的炒法 确实很滑嫩啊 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 吃的还挺香的 英镇没见小龙虾啊 终于搞了一个不辣的菜 看看 哎这个虾怎么是黑呢 看一下啊 我刚才问了放福原福原是又为几天喝美几天泡的 这一入口很浓很浓的酒香味啊 这个我感觉就像那个江苏那边那个醉叶的味道差不多 现在把小龙虾都演进到这样程度了啊 虾肉很Q弹 而且还进味的 要想吃味道啊 还得来这种小店 虽然店子不大 但是味道做的好 做的很好 而主要是菜 就是新鲜现场的 没有预测菜 这种店就是主要是做味道 要吃服务啊 吃环境啊 你就别来了 想吃这种好的地道团菜的 可以过来试试